我們畢業於 南加州大學的氣管系 是的 大家好 我其實是來自2075年 蔣瑋文的孫子 我也叫做蔣瑋文 大家好 哈囉 來到這個年代 這個攝影棚 謝謝 不好意思 我實在是找不到人 所以才會發蔣瑋文 瓜哥 我是美國南加大商學院 現在是前三名的 最重要的一個學校 對 我們真的是 在商學院的時候 學的行銷系 那你進入演藝圈 有用到這些專長嗎 其實這個很多事情 很難講 行銷自己也是一種方式 傳統文化中 興建房屋落成 一定會有上樑儀式 請問上樑是什麼含義 A 祈求房屋永固 B 表示未偷工減料 請作答 好 蔣瑋文答對也只有一千 對 因為我其實都是 反向思考 可是我剛剛在自由女生 相對面中了一招了 但是我認為 上樑 就字面上我看 因為這樑柱 是這個房屋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上樑肯定是某種方式 去讓屋主看見這個樑 是非常堅固的 它並沒有偷工減料 所以我在想 好像很有道理 你有沒有聽過上樑不正 下樑 原來這裡是上樑不正下樑 對啊 所以你上樑是很重要的 是 不過這跟偷工減料有什麼關係 他該偷的還是偷 對 跟上樑是 跟上樑是沒關係的 他偷完之後還是要上樑 是 也是 對 你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想 他就是一個儀式嘛 就是要有儀式感嘛 對不對 對 正確的答案是 小心 A 祈求房屋永庫 那笑兩個 但是他走過去那邊 湯麵也是有香的 會有油蔥酥啊 甚至那個那一碗湯 有時候也是排骨湯 或是肉跟湯 湯本身也是有熱量 我覺得就單以熱量來講 我是認為 如果說你是要吃得飽 你不會再吃別的東西 那吃湯麵當然好 但是如果說我覺得 是以熱量單品來講 我認為乾麵的熱量 會比湯麵還低 正確答案是 B 湯麵 怎麼說呢 因為湯麵 你會把很多醬汁啊 味道重的東西呢 一起吃進去 那我們來算一下好了 肉燥陽春乾麵 大概是425卡 那如果是陽春湯麵 只有325大卡 如果你不喝湯的話呢 熱量更低 只剩下250卡 所以比較好的方式 是你吃個湯麵啦 然後再加一些青菜啦 這樣是比較均衡的 太難受了 你怎麼三輪都會做的 太難過了 我覺得難過不是我答錯 而是我每次很早做 我屁股很痛 對 你請在那邊坐 那個 湯麵 我也要求 OK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喔 拜託 ATM 誰敢來battle 訂閱 拜託 ATM的YouTube頻道 等你來battle